各位好 我們今天 用這個機會來把 IPv6在Linux上面 建置的過程 還有一些操作的範例 IPv6的基礎 的應用 還有IPv6位置是怎麼回事 利用這套投影片 在網路上面 跟各位介紹 我們剛好我們連成電腦 跟TWNIC 有這個合作的案子 正在幫 公務機關 像是主辦單位是研考會 這些的基本的單位 這些單位跟我們連成電腦 合辦這個IPv6的講席 那我就把 一些基礎的IPv6的一些 操作的過程 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那我們這個主題就是 IPv6作業系統應用服務 建置實習 這套影片 我打算可能要做兩個系列 然後呢 是免費的放在網路上的 這是我的名字 如果您有進一步這個活動 或者是訓練的需求 可以跟我們聯繫 這是我的電子郵件地址 然後呢 這部這個片子是經過 智慧TWNIC之後 我們可以在他的 在投影片上面 秀出TWNIC的Logo 這是經過智慧過的結果 那當然這部這個片子 是不能拿來盈利用的 我們就免費的放在網路上 放在我的頻道上 讓大家來看 那上過課的同學 也會知道這個網 這個影片的網址 相對的如果您有 進一步的練習 或者是複習的需求 也可以到這個地方 來進一步的了解 我們一般IPv6 在Linux上面建置的 10座大概的時間是 上午3小時加上下午3小時 上午3小時的時間 差不多是 我會把IP位置的實際操作 還有IP位置分配跟定義的狀況 稍微講解一下 所以我等一下主要做的兩部分 就是第一個 IPv6位置的特性 跟IPv6位置分配的過程 第二個 我們怎麼去用Linux 達成一個IPv6的路由器 第三個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我們希望能夠 在客戶端 透過RADVD 就是RA的部分 取得實體的 也就是所謂的 Global IPv6 Address 這樣可以上網 我們在這個地方 去用虛擬機的方式 取得IP位置 目前我們的虛擬機上面 這是我們的虛擬機 虛擬機上面 已經取得了本地的DHCP伺服器 所給的IPv4位置 而且它是可以透過IPv4 可以連到外網的 它時間大概是這個樣子 正常的一般 辦公室或家用連線的一個 基本的速度 它是可以上到外網的 可以解析的 那我們怎麼去 讓我們可以透過IPv6 去進行連線 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上IPv6的網路的時候 我這邊掃裝了一個 瀏覽器 等一下我會把瀏覽器 裝上來 然後再給你看一下 瀏覽器實際運作的狀況 我們的課程是2012年 TWMIC新一代網際網路協定教育訓練課程 然後它的主辦單位是這些 直接大單位 然後協辦單位是這些 那我們主要是執行課程教育的部分 包含了公務機關的人員 以及一般的民眾 那我們的上課的歷程 您可以到這個網址上面來看 我們還有半年的時間 我們會一直在3月到10月這整個過程中 為各位服務 如果各位有IPv6上面的需求 需要去教育訓練 他們收的費用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不是我們年成電腦在收的 這個上面的上課的頒別的訊息 都非常的清楚 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到這個網址來看 這是TWMIC今年最新的一個 教育訓練的活動 再回來這邊 我們正常上課的過程裡面呢 下午的部分 我們會講究的是 在利用IPv6位置去實作各種伺服器 在操作上面的過程 那我們在這個短短的這個電子報 還有我們這個簡介上面 給同學回去 在各單位裡面想辦法 能夠進一步的了解IPv6實際使用的過程的時候 有一個影片可以看 這算是基本上蠻好的 這是IPv6作業系統應用服務建制的實作 還有理論的部分 我們使用的基礎作業系統是Linus 不是Windows 相對的如果你想要看到Windows實際使用IPv的狀況 我這邊也有一台Windows可以開吧 沒有了 可能被我殺掉了 那沒關係 基本上它的基本的協定是差不多的 稍後你就會看到 我這邊拿的位置 將不會只是這個Link Local Address 我會拿到一個Global Address 然後呢 我們使用的是KVN虛擬化 我們虛擬化的過程 是透過KVN Kernal Based Virtual Machine來做的 我們的網卡呢 連結的狀況大概是這樣 我這一台主機上有兩張網卡 那你看那個名字有點怪怪 18、19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使用的是一顆外接的硬碟 它在很多很多街頭上旅行過 所以它認識的網卡非常的多 然後呢 Ethernet18、Ethernet19 我是用Ethernet18去連接PPP 所以我會有一個波接上網 取得的固定IP位置 所以各位 如果要取得IPv6位置之前 你要跟你的ISP先取得固定IP位置 然後第二個 我是用Ethernet19去連接BR0 就是Bridge 這個Bridge就透過 讓我們的虛擬機可以透過BR0去連接到外網 我們的虛擬機的Ethernet0 就是假裝是它的本身的本機的網卡 透過了Bridge0連上外網 那這個另外一條外網走的是 走的是那個IP分享器的 所以事實上我這一條路跟這一條路 都是可以上到外網 這倒沒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那我只是在這邊跟各位實習示範一下 我稍後要用這一個對外獨立的IP位置 去外面取得IPv6位置 那我們在取得IPv6位置的過程中 該怎麼使用 我們會跟各位做一個基本的介紹 首先在Linux上面你要觀察你的系統 是否有支援IPv6 你要透過核心模組的了解 也就是你現在的核心內 是否有IPv6的模組 LS、MOD 這是列出現行核心內的使用的模組 你可以從這裡很輕鬆的看到 這裡有沒有IPv6的模組 你看它是透過網卡連接用的 被使用了99次 這是IPv6模組 如果核心裡面已經有IPv6模組 就表示你的系統已經支援IPv6 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事情 很方便 然後我的顯卡 這是我的顯卡的模組 就順便跟你講一下 然後呢 這是音效卡 這是模組的部分 像我們的KVM的模組 就會在這個地方 我的CPU是Intel CPU 它使用KVM Intel的模組 跟KVM的基礎模組 OK 所以我們要觀察我們的Linux 有沒有支援IPv6 用這個指令 用管理員的身份 才能夠列出模組 然後擷取IPv6模組就可以了 IPv6的位置 它的基本的基礎形成的狀況 是什麼 所以我們一開始 就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IP位置 IPv6位置的基礎 IPv6位置的長度是128個bit 所以在學習IPv6之前 我們還是強烈的建議 希望你先把IPv4學好 也就是 未來並不會出現那種 拋棄IPv4 而只有IPv6的狀況 我們將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同時使用IPv4跟IPv6 並不會因為IPv6出來 IPv4就消失 這事情並不是這樣演的 那換句話說 到今天 學習IP TCP IP的過程中 學習的人 學生還是得要從IPv4學起 而且你最好有用到 那種指網切割的部分 十進位二進位轉換之外 你還要熟悉IPv4上的 指網遮罩的定義 然後呢 是怎麼去進行切割指網 尤其像是把Class C切成兩份 把Class C切成四份 所以我們在這裡 都沒有辦法 在這個地方 跟各位提到IPv4的基礎 但是我們發現很多在校的同學 還有事實上 都已經出來外面工作的網管人員 可能都還對IPv4 不是十分的熟悉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還是要提醒各位 如果你要學IPv6之前 你可以先把相對比較簡單的 IPv4位置先學好 IPv6的基礎呢 在這個地方 它的總長度是128個bit 是IPv4的4倍 那它的分類 或它切割的狀況是 它使用了前面 64個位元 當作網路位置 它使用了後面64個位元 當作某個網路裡面的主機的位置 主機的位置 就有2的64個次方的個數 所以每一個IPv6的網路 所以每一個IPv6的網路 就會有2的64次方個主機可用 但比較沒有辦法在現在的技術上達到的 不是達不到的 是他們現在目前IPv6的主管單位 所以不願意做的就是沒有NAT 它並不像IPv4那樣 有所謂的網路位置轉換的功能 在內網部署IPv6時 必須要先注意到這件事 然後呢 它不會自動的指定你的預設閘道 雖然我們的Linus上面的RADVD有這樣的功能 但它並不是直接的去指定 它用的是Link Local Address 我們稍後再操作的時候 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以當我們看到IPv6位置的時候 你先把它切一半 中間一切 前面64個位元表達網路位置 後面64個位元表達主機位置 像網址可以像它的位置 可以很多零的話可以縮寫的部分 那都還算是簡單 我們會需要先在這邊跟各位介紹 指示這樣的事情 首先 一個IPv6網路 它的定義的主態 可以由誰來給你 比如說你跟HiNet聯絡 我們等一下後面有張同影片會談到 你怎麼透過HiNet去取得IPv6的指定 在這個時候 HiNet如果你去申請的話 它會給我們一個48bit長度的網路 也就是它的路由器 會故意把前面48個bit固定起來 把所有目的地位置 風包目的地位置 是長這樣 這邊就是48個bit 16 16 16 3個16 48個bit 的網路的風包丟給你 我們可以從HiNet的Tunnel的部分 取得一個48個bit長度的address 我們可以在這個網路裡面 切割用這邊16個位元 這就是我們可以使用的直網 我們的這個直網可以切割16個位元 也就是2的16個次方的網路 每個網路都可以有 這邊後面64 2的64個次方的主機位置 也就是現在因為IPv6沒有人使用 我們可以很輕鬆的拿到非常廣大的address space 當然幾乎你就用不完 所以我們有一個直網的長度是16個位元 這就是ISP給你48個bit的指定 然後呢 我們的直網長度可以用到16個位元 因為這個地方前半部是網路位置 這是ISP指定的 這部分我們就自己定 這樣子來的 好 那後面的網址是怎樣 那完全是看到按照你的需求 自己去定義你喜歡的網址 那這就是所謂的網路卡上面的位置 前面是網路位置 其中ISP給你48個bit位置 我們可以使用的是 64-48 一共16個bit的直網網路的指定 OK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法跟各位解釋一下 然後呢 請你記得 IPv6它的直網長度 基本上是固定的 而且64個位元已經是最小的直網 也就是它不會再切成78啦 或是再往上加都不會啦 那在這裡 所以我們在談到IPv6位置的基礎的時候 因為TWIC有一部分的課程 在專門單純的介紹IPv6位置的詳細的細節 可是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常常發現很多來訪的同學 他並沒有去參加這些課程 所以我們必須在這個地方 將IPv6位置的樣子 或者它的種類 做一個基本的介紹 那上課的時候 當然速度 我們會講的比較仔細一點 在這個線上教學上面呢 我們就稍微講一下 IPv6位置分成三大類 第一大類叫做Link Local Address 那這種Link Local Address 是你的網卡在啟動時 只要你的核心支援IPv6 它就會按照網卡的Mac位置 去自己產生一個本機使用的Link Local Address 它不可以路由 它只能在區網上進行廣播性的連線 所以像在這個地方 它的長相就像這樣 F180 5054 FF 像這樣的狀況 這就是一個IPv6的Link Local Address 然後它寫斜線64 表示1234 後面這四個 就是我們網卡上面的位置 前面的F180 一堆零 它講的是它的網路位置 你可以看到 它為什麼長得叫做5054 因為這邊就有這樣的東西 它會故意按照你的Mac位置 去升你的Link Local Address 它是自己自動指定的 所以你不需要去勞煩去做這些事 它可以利用Link Local Address 在同一個區網上的主機互相PIN 但它不能夠路由離開你的區網 它不可以路由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第二個 它叫做Unique Local Address 所謂的Unique Local Address 它是一個本地指定的位置 它可以在內網中進行路由 但它不可以使用在整體 就是真實的IPv6網路上 為什麼有這種東西 等一下我們會詳細 會跟有一張同一片 跟各位介紹 這種位置 就像IPv4上面的Virtual IP Address 像是192.168啦 172.16啦 或是10開頭的Class A的位置 它是可以在區網內部去指定用的 但這些IP位置都不能上到外網去 所以這邊紅字特別跟你說 它不是讓你可以在Global使用的連線的一種做法 而如果要當作伺服器時 你的主機就必須取得Global Unique Class Address 它可以直接被IPv6網路上的主機去連線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在定義位置的過程中 就會把位置分為三類 第一種網卡自動產生的位置 它的開頭會寫F180 再看一次 這裡的F180 這種位置被稱為Link Local Address 它不可路由 它會自動指定後面的內容 它會是在IPv6網路上 連線啟動連線時必要的 一定需要存在的位置 它也就是你的主機在開機時 自動啟動的IPv6位置的表達 不管你是Windows還是Linus 它都會有 接著 Global Address指的是 專門可以讓你連上外網 或是讓外網 直接連到你身上的位置 這種位置的開頭 會是2000這個樣子的開頭 而這個開頭在台灣拿到的 可能都是2001或2002 這倒沒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而這些位置 由ISP提供給你 你不能夠去選 當然如果你願意付錢 或者怎樣還有的選 再來第三種就是夾在這兩個中間的 Unique Local Address 它是讓你在內網中可以用這些位置 做自我內網內的連線跟測試 但它不可以用這種位置上到外網 所以請你千萬要注意這件事 因為如果這件事不搞清楚 你很容易就搞錯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要做的是一台伺服器 那可見 它拿的位置就應該是Global Address 這種Global Address 可以讓外面的人直接連到這台電腦上 而當你的主機只有所謂的Link Local Address 或是Unique Local Address的時候 你這台主機就算在實體線路上有連到外網 但是外網的人也因為缺乏 對它呼叫的IP位置 因為它就 它必須要使用Global IP 它才能夠直接連線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在分配IP位置上面 如果我們要讓我們的 比如說讓我們的虛擬機連上外網 我這個地方必須要加上 Global Unique Cast Address 它才能夠連上外網 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 我們等一下會取得一個 Global IP 從ISP取得一個 Global的 48的網路 那我在等一下連線的過程中 超過程中 我可能會因為方便的關係 而去選擇一個 64bit的小指網 而不使用48bit 是你要48bit 還是64bit 都可以自己決定 那或者第二種方法 在你的公司內部 如果要自己連線時 你自己取一個 Unique Local Address 用這個方法 隨機的取一個 直網 當作你的內部網路的目的 而這些IP位置 是不能夠直接上到外網的 所以在這裡 等一下我們下一篇 投影的影片 會從這裡開始 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在台灣 怎麼去取得IPv6位置 如果你單純只是拿 HiNet連線 我們會有兩種狀況 好 所以我們先在這邊 把我們的影片先停下來 因為YouTube要分段啊 或幹嘛的 我先把它停下來 等一下我們第二篇來開始 從這地方開始 好